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闪耀北极星 我是刘晏良 刘老师 今天呢 这种行股表现不太美丽 从左上角跑到了右下角 但是 我们跟大家讲的 细光子哪一档股票呢 昨天 登 涨停 今天继续 登 又涨停了 哪一档 来 各位看 我们在12月8号 跟大家讲过 当天细光子是全面下挫 告诉你留意下坡买点 当时跟大家报告的光环 我说光环 之前在低档 你不敢买的 冲上去之后 来到高点之后 大家在追 我请大家 先做调节的动作 然后往下打 这一天是下挫 我为了划掉线过来 我说如果他敢跌到紧线的话 这边卖的你就买回来啊 对吧 那为什么我说光环呢 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公司 来 各位 CPO 光通讯里面分为产业的上中下游 从最上游的叫做累金 很大清楚 联雅就是 累金下来叫做金利 那就是 光环啊 那我说过 当时很多人在讲 光虹 496光虹 他有做金利 他做的是LED金利 所以有人就把他归为所谓的细光子概念股 可是当时跟你讲 究竟LED的金利 可不可以转做光通讯的金利 我是没有把握啦 结果呢 后面会看到 光虹的股价从高涨之间掉下来 那我觉得两者转换应该是不一样 就跟半导体细晶圆 跟太太能细晶圆 都是细晶圆 一样吗 不一样啦 来 然后呢 我说他可以做到下游的封装 老师真的假的 这是从他的一个法说会里面 弄出来的图片 这边要提到有没有 他从上游的晶圆 晶力 到下游 在 这边的OSA 跟TO 封装跟赤模组的部分都可以做 所以之前在有听说说 Google要找上他合作 当然从目前的一个业绩来看我认为就算有跟Google谈合作啦 就算有谈 可是小量出货或是没有出货 但是代表说他的技术准备好了 欠缺什么 欠缺个机会 那今年来讲年初的时候光照去入主了他 我说一些长期亏损的公司 凭什么录得了 光照的眼 难道有两个人的这个 股票都有光这个字吗 台湾有光的一大堆 对吧 光雷也有光 光红也有光 当然不是嘛 肯定是他认为 光环就算在亏损 他有一些know how 有一些技术 是他想要的 包括大家知道光照也是台积电供应之一 台积电要发展CPU 大家都知道 这一块比想不想抢 绝对想抢 那光照本身没有 光环有啊 那可不可以透过这一块 来强化台积电的这个合作关系呢 所以其实当时在做这个诟变的时候我就说 这背后可能有一些猫腻 只是 你去问公司 公司不会跟你讲 这叫什么 商业机密 我打机会发现人说你们到底有没有叫Google单 他说抱歉 这个是商业机密 我不能够透露 一切以公司法说会公告为准 我气了直接挂电话 有讲跟没讲一样 可是我不怪他 假设这些保密协议之后他也不能够 讲出来啊 否则Google会告他 否则可合作破局啦 所以目前这个传维究竟有没有证实 不知道 但是呢我认为 他具备了一定的上下游的 实力 实力是一定有的 来光环各位看到 我们在这一根跟他报告的时候 有没有掉下景线 这个地方在景线盘整了六个交易日 各位 一个礼拜才五天啊 六个交易日给你上车 这中间我还有 在追踪过 我说再来到景线了 那时候上全先谈 我说光环有机会跟进 对不对 我说大家都讲什么联雅 好贵 联军 创新高了 光盛 更贵也创新高了 老师老师我资金有限 我想要买低档的 那我说光环 不就是很好选择吗 昨天 高涨停板 很多人都讲说谈话一线 东 今天又涨停板收盘没有啦收盘收9.36% 盘中涨停了蛮长一段时间 时间两根又把 警线抽不回来了 他自己跳空方式越过警线压力 这技术面形态 跳空的方式越过压力 是非常重要的技术面多方的讯号 所以呢光环只要手稳这个警线 我认为这前高股82会过 那老师我 没有买的两根的要不要追 不用啦有机会量缩侧颈线 量缩侧颈线 再找买点就可以了 好那来看一下 今天美好的东西我们有光环 那来看一下大家可能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 各位外资 真的是很看衰台湾啊 他们是讲 吃了川普的口水是不是 川普讲几句话你就吓 吓死了 外资期货进空单到昨天还在加买 不信邪被嘎 不信邪 各位 进空单现在是45946 差不多4万6千口 前一波 杀下来的时候才45100口 老师 创新高了 好可怕喔 怕什么 各位 有发现当时 起货当时也收完5000口 算新高的隔天 就进到低点 之后呢往上走 所以不要说 老师外资期货空单好高 你就越可怕 如果这样的话 外资期货空单 从这边开始加 你从这一路 你最近来讲 一路空上来 不是被嘎死了吗 被嘎六百点七百点八百点了吗 所以外资有时候做这东西叫避险 他也担心 川普会真的 做什么事情 但川普要做事也不是现在 他现在只在打嘴炮 为什么 因为就法律上 他还不是美国总统 他还没有上任 所以明年1月20号正式上任 他也要做什么事情 就算要拿台阶开刀 明年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过程两个多月当中呢就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可以发生 来的大盘 当时殿下我说什么首稳上升趋势线 对吧 那现在今天刚好人要什么 为什么今天 开高桌震荡 中场涨145点 但大部分都是台积电贡献的 各位 两次高点形成下降压力线 高好在下降压力线上 这技术分析啊 那我说过嘛 工钱高我认为会 前提是什么 这个地方 之前的10月份高点 先过前站稳 你第一道压力关卡都没有过 可能站稳你跟我谈历史新高 当然 大方向不变 短中期的规划先有嘛 所以近期来讲震荡是合理的啦 因为下降压力线的关系 来昨天联总会宣布降息一码 这人想说是川普当选 对全球加税 然后通膨上来所以联总会可能不降息了 我跟各位讲过嘛联总会是个中立的 而且联位主席鲍尔他也是个中立的人 他不会因为川普讲什么 不会因为 拜登讲什么 影响到他的决策 其实跟台湾亚航也是一样 台湾亚航也是个非常 超然独立中立的角色 没有人可以指使他做任何事情 好 那么 老师刚选上11月份来不及 那12月呢 各位 假设这大家担心川普的话 12月那一码降不下去嘛 留在明年川普上任之后要不要降给你决定嘛 可是你会看到 降息 12月再加码几率71% 没有什么变啊 最近来讲没什么变啊 没有因为他当选而说改变啊 所以很多人来讲 都是从可能可能怎样怎样讲了很多 包括我做问题 民调来讲贺锦丽领先 有些媒体做贺锦丽领先嘛 那我说为什么还是川普会胜选 美国赌盘告诉我的东西啊 你要看赌盘 实际上人家下去玩的东西 还是那些媒体 搞不好报的媒体都是 偏民主党的啊 对啊媒体可以被操弄的啊 所以呢 大家去看一些讯息喔 多看一些没有错 可是你要去离弃哪些东西哪些资讯真正有用的 一些 无关紧要的东西真的不要去看了 会影响到你的判断和决策 来川普 明年1月20上任两个多月中间 他想做什么都只能打嘴炮而已 来进行国有中国回归基本面 所以近期你会发现营收 所谓获利和财报都在公布 那由于11月10号啊是礼拜天 所以可以延到11月11号 所以台积电应该不会在今天啊台积电最后一天 所以台积电营收应该在双11下礼拜一会做公布 好那市场上也开始期待其他公司 其他公司好不好 坦白说你目前10月份公告营收我个人认为是 普通 然后季报觉得很多件不如预期 原因是第三季有一些汇兑的这个 损失要提裂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好像财报的表现我坦白讲以我目前观点到现在 我不是很满意 但是代表说 你在血股上比较容易 为什么 大家都很好你很难挑股票 但是如果好的没那么多 你从里面挑好股票就应该比较简单 所以等到整个一个营收季报公报差不多之后啦 之后我会准备一份这个所谓的财报基欧股 年底前看好股票呢 来分享给大家 敬请期待 好来台积电 户内之立体 准备展示历史新高 大家看台积电为什么可以 不甩川普 准备创新高 再来月报 11月10号 11月15季报 另外12月22 回答的财报 重中之重回答财报 来看一下 这是上跪指数 那今天来讲 指数上涨没错 可是OTC是跌的 是开高 往左上角往右下角走 开高走低 中场来讲是下跌了千分之四 那两次加起来 上次加上跪加起来 超过1200加下跌 常听我节目知道我大概以900 为一个 划分准则 900以上今天的盘来讲就是结构不是很好 那破千是真的是不好啦 那现在来讲今天一天来买加 所以今天很多股票昨天 搶短的 尤其是追涨停的 今天马上就 纷纷重见落麻 那我说 你这 做股票来讲你要低档买啊不是看涨追涨看跌杀跌 这样来讲你是赚不到钱的 所以现在很多好股票 近期有震荡我觉得机会到了 就是很好布局时间点 来看我们护股票台积电 厉害了 今天收在1090 前高1100 但当天没收最高 所以用收盘来看可能 如果没记错应该算一下收盘价新高啦如果没记错的话 来 听说拜登的政府赶在双普商量之前要拨款这个补助 杨利桑那州三个厂补助 我记得大概66亿吧 66亿美元补助外加50亿美元这个低利贷款 所以说加起来大概是115亿左右啦 折台币大概30003000到3600之间 听说要敢带拜登 敢在拜登卸任之前 先把钱都去 那我说 那不是这样说看守政府看守内阁啊为什么拜登要这样做 霍民主党要这么做 我个人的想法是 他们这次输了大家会四年做准备 赶快把台积电处理好 把美国 的搞好之后呢 四年之后这一块叫他的政绩啊 假设台积电的补助的东西是在 川普任内给的话 未来就算川普政绩啊 所以发现很多县市首长 比如说卸任之前很多重大的一些东西赶快拉过为什么 未来才算我的政绩啊 各国政治都一样啦 所以我不认为拜登在卸任之前这两个月就是 我不是总统啊我什么时候不做 不 很多东西他要做收割 他不要把这个工 让给 川普去认领啊 懂吗 川普不然要做保护费吗 我说过啦最基本的方式涨价 但这是一个 拉供应链下水的方式是最简单的方式 你涨我价我转嫁给供应链 受伤的是你美国企业 美国消费者 但有其他的方式 那我去 问人家法人圈 他们说假设不要的话他有个方式就是川普也许他不是要钱 大家知道他的政策是什么美国优先 他是美国的 美国的半导体Intel不要说优先还排老三 连三星都赢不了 你问他他怎么吞得下这一口气 那他不能指望Intel了 那三星跟台积电他指望谁 再笨秒指望台积电 台积电到杨利山大洲盖场但是台积电他用得最新厂 他整个制成一定是往台湾一截啊 最新东西留在台湾你不要落差这么大嘛 甚至他巴不得说台积电外最新的东西不要在台湾就在美国 但政府不会放他过 因为这东西他是一个 有时候是一个政治工具 最好的东西在台湾也可以让有人投鼠忌器 不太敢随便对台湾怎么样投鼠忌器 来 那就是什么 欧基电 那欧洲不是台积50%另外5间欧洲公司各占10% 干了个欧基电吗 同样的雅列山大洲 台积电现在是独资 未来新厂可不可以用合资 台积只占5成 那5成给美国企业赚 这场月赚钱美国企业分掉一半 可不可以 可以 这是我去问法人群他们觉得 可以提供的啦但 台积电要不要用哪一招他们其他招他们不知道 只是他们在评估说 有没有什么办法除了涨价之外 因为涨价其实对供应也是不好意思 那究竟有没有钱要招 这是可能的招 台阶全球布局你看这一块 雅列山大洲 第一期大概明年可以开始生产 他生产多少 4奈米 别忘了台积电明年2奈米量产 现在3奈米就下下降了 美国厂明年才 4奈米 这是比较delay的部分 那第二期的部分呢 2奈米3奈米什么时候 2028了 所以已经落台湾是两年三年的时间啦 那第三期根本比我讲了 第三期有两奈米那个已经至少2030年之后了 所以这个中心断层啦有落在好几年 川普这么后面的人 怎么可以 你来我这边 最好的东西还不给我们 所以当然想办法 有点宇戴威写口吓台积电 那说真的他是商人 大家注意到商人有时候 嘴巴上讲的东西不是他想要表达的 甚至想表达的东西呢他只是吸引你来跟我谈 然后私底下来跟你讲我要干嘛干嘛 这叫商人 别忘了他的本质是商人 来 但还是最近不传说德州的州长要来吗 各位 假设台积电未来比照欧基电弄个美基电好了 会不会让德州 有可能 不会在雅力桑那州 因为雅力桑那州穿口很不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各位雅力桑那州上一次投给拜登 代表雅力桑那州把雅力桑的经济救起来 那边的选民不是 最近几次不是支持我 他真的是中间选民 很中间 我把你经济搞起来下次投给对手怎么办 投给民主党怎么办 但是各位德州 德州近三次全部投给川普 标标准准川普的铁粉 你说老师这三次准吗 我去查一下大概从1980年开始到现在 每一任都投给共和党 所以德州是标标准准的红州 红色的州啊红色代表什么 共和党 那我标红色 红色共和党代表色 所以你必须把最好的东西 放在共和党的这个州里面 对吧所以我哥你说德州这个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机会很大你说背后搞不好 有没有 在德州州长搞不好跟川普一起一起 对不对 会不会是川普有跟他讲些什么 不知道啊 他不会证实啊 可是你如果看过去的这种选的 选举的结果 这个德州来谈好像有他的一个貓逆战 那怎么谈怎么补助或甚至没有补助怎么样的什么就不知道 但我觉得看台积电怎么样去处理 因为台积电现在这个 等他 照到那个勘战那个已经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 来 这样我要讲的是前天跟大家讲过的 中国的人大常委会通常过去是10月底 今年特别延后 那我说 有人说因为习近平感冒没有啦 不要乱讲习近平没有感冒啦那他身体不怎样我不知道 他们延后是为什么 因为美国总统大选 11月初大选那我稍微延后一点点 可是我要做决策 我可以因应你美国总统是谁 下任是谁我再决定要做什么样的政策嘛 最明显一定是刺激经济狼 这是一条 一旦启动就只会往上往下走的路 因为中国 基本上从之前疫情那时候 以来不会搞那么大这几年不管怎么跌他都不想搞大动作 那可能搞这么大动作肯定是一件事情 就是他可能包括GDP五守不住了 包括那个习近平可能觉得他椅子在晃 为什么 椅子在晃不是太屁股痒啊 有人想要动他的王位啦 想要动他的宝座啊 所以要知道如果这时候再出手不行了 好来 那当然各家的这个机构都有预估啦那最基本的是包括有对 这所谓的提供的叫做 长债换短债的这个 置换债务 所以置换债务的东西大家过去美国用过叫做扭转操作 长债换短债 那短债 有的利率又高 那对地方政府来讲利息支付很沉重嘛 那我短债换成长债 我付的利息变少我要拉长付款期限 对地方政府压力 财务压就减轻了嘛 那政府财务压力减轻就有更多的钱运用到包括公共建设 包括投资 包括刺激一些 刺激消费等等的一些措施 所以其实什么叫置换债务我觉得 看人家讲的好像很复杂啊基本上如果你懂之前美国搞过事情叫什么叫扭转操作 长短债的一个转换 当然这样可以使得所谓总债务不变 但是里面你要付的利息 跟付款连性有明显的一个落差 每年总支出利息减少 但是零限拉长而已 就要嘛你现在去 贷款是啊你在房贷20年30年40年 不一样嘛 你当你拉越长的话你未来总共要付的一个价金越多可是什么可以拉长 你就不用本利合付那么高嘛 对自己每个月这个支出 的压力比较轻嘛 好懂吗其实大概是这样的原理啦 那市场上预期大概这一次 财务置换 最早最早听说大概会是一个 四兆 最早 但是从 川普选当选之后现在喊到多少 6兆 人民币喔 那有可能喊到10兆人民币 所以 假设这个他们现在讨论出来应该是下午会公布啦 或是晚上要公布然后如果更公布出来数字很不错的话 我个人觉得中国股市 前面 第一波拉抬之后就是在等下一个消息 来中国股市了当然昨天已经先进行反应了然后今天稍微早上 涨之后往下掉 一样短线课有点点 稍微做 调节动作啦 但是各位这个走那么凶之后急涨之后压下来 各位他如果要死的话就回来起长点了 他们回来起长点 懂吗 所以这只是涨座之后的修正之后呢盘整 等什么 等你中国下一波的东西呀 那因为中国那边其实他们也很清楚 他比我们更清楚 他们认为政府好久没搞大事 很久没有搞 这个大事情了所以这一次来讲他们认为 不管中国香港那边 都认为 这个应该还会有下一波的攻击 那包括技术分析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应该不会是这波的高点 3674不会 老师真的假的这个桃量好大 天量历史最大量 老师那种技术分析好像说不通吧 那你要看这么短我没话讲了但是你确定这个是 历史最大量未来不会有更大量吗 就台股也是一样啊 12000多点以前历史高点大家说不行不行 我说时空背景不同 当时的 法然持股多少都是散户 现在法然持股这么高能比吗 不能比 就 直接冲了2万多点了2万4千多点 所以大家 记得比较时候那你要这样比没有问题但是时空背景要考量进去 来这是他的一个历史长期向下一线历史高点这里6124 然后往下掉这边大概是5000多 然后拉拉拉拉下来这里 所以 长期向下一线下来这个地方目前大概停在4100 4200点附近 但未来都往下掉 因为还在向下 反正越早到这个地方 点越高越慢的话越低那至少4000点是合理的事情吧 那这地方他之前高点高点形成的颈线现在为什么这波涨到这地方会掉下来 为了这个地方我说你一定要去整理 为什么 这颈线啊 从2017到现在的颈线啊 你要尊重一下颈线压力啊 可是各位压力一旦 突破回撤 确认支撑之后 确认站稳之后他不就变支撑吗 压力不就变支撑吗 所以之前一个高点啊 这地方3674啊越过战友之后后面来讲一定是供4000啊 看供到哪里去而已啊 看中国这个端的这个政策有 那牛肉有多大块 相不相舔可不可口 因为可口多支让这个往上冲就会很大 那如果你要参与入股的行情最好方式我个人认为是入股一贴付 但你习惯买基金也可以啦只是我觉得入股一贴付比较方便 为什么 这都是基金 不同形式交易 那 宇宙股票形式交易来讲他盘中可以进出而且 他的 成本也比较低啦 但你习惯跟投信 业者买什么基金的是看你自己 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方便的工具 来 元大富升300振2 有没有 一样这个路都是一步一趋啦 那因为他是两倍 所以可以放大涨幅杠杆 而且他有升这个字 那他知道标的时候呢 深圳指数中小型股 所以他的涨幅会更 比上升指数更大 所以这时候来讲其实有 透过有深圳的ETF是最好 那有深圳有两倍的就是 元大富在300振2 他成交量很大 非常高 目前今天来讲 238000张 所以很多大户都进去了 我可以坦白跟大家讲我认识台湾的 比方说有钱人啦比较有资产的啦 他们不喜欢 不喜欢我们称他什么 土豪什么的 他们现在都喜欢听什么 我这高资产科 我VIP客户 他们真的听腻什么 我说土豪爸 不要叫土豪爸 对 不要叫我长假 我的富二代不要叫我长假 他们现在用的都是比较好听的名词 高资产客户 各位 大家这些大户是傻子 这些大户对 对他了解 比你我了解更深啦 里面多少是台商啊 多少在那边有相关的投资或朋友 他们为什么要加这个 你想一想 但我们 政治假如立场可能不是 大家不是想去听到这两个字啦 包括演唱会唱一下那首歌 也引起了网络上的论战 到回归到股市 哪边有钱哪边投资机会就去嘛 对啊所以我过程觉得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老师我真的很不喜欢ETF 这包含 买这个啊什么 要签风险预告书 所以你想买 第一个你不能有资格 懂吗 所以你要买的话 你要去跟你的 延远确认一下你有没有资格 你要 签风险预告书才可以 但有先开户啊等等先相关交易 记录等等相关条件 不行的话没关系 那 你又不想签 没关系嘛那就买 中概股 那中概股我说大概我更觉得是 大洋最有机会 然后第2应该是 陶地 介绍跟他讲一下他们财报真的不好 可是 不到不可婉转的地步为什么 大洋前三季营收年纪14.7% 换言之他的年纪年纪率没有很高 所以后面的11 12万拼一点搞不好有机会翻成正 对搞不好有机会翻成正啊 如果刺激消费力道够大的话 跑去百货公司狂逛狂买 搞不好有可能翻成正 那第2季PS是负0.19元是亏的但是没有亏到很多钱 所以他的财报是比较有机会 看起来好像要翻成好看一点 翻成正数没有这么样的难 然后美股进展目也是26.29啦那美股进比大概是一半以下 那其实跟他相比我觉得淘地也差不多 其实两者相差无几啦 为什么 淘地前三季营收年纪11.8% 要翻成正数看起来 三个月拼回这11.8%应该也是蛮有可能性的嘛 而且双11他的这个搞不好同写双11 卖得不错啊 好在第2季 EPS-0.2元 也没有很高啊 人家-0.19要-0.2 两个都差不多 -0.2左右 你要翻成正数也是比较容易的 再来他净值厉害了26.12 各位 26.29 两个净值都在26块2附近啦非常接近 所以他们股价我根本觉得搞不好出现稍微的比较效应 那今天的这个大洋是收12.55 陶地收13.35 相比之下股进比好像 这个 大洋还稍微低一点点 所以我还是觉得大洋 相比之下大洋应该会是首选 然后陶地第2 至于经历我是觉得相较之下比较差啦 所以大家 真的对 入股的这个未来政策有信心 那又想要投资一贴符记得元大户生312 如果是想要选空外股的话记得就是大洋跟所谓的这个陶地 大家可以选择的标的 好那各位 今天的盘势让大家有点失望但是各位 请稳一下心来 稳一下心来 不要 昨天涨就兴奋今天跌就 悲观 我不是这样做的啦 这个分享给大家啦 之前看到人家传给我看的 镜中有一个什么增制 这代表你要增 你要增夺你的获利 因为心要平息 信息 你要被盘势每天的波动给带走 包括一些产业趋势 不会变就是不会变 不会因为谁当选趋势就改变 所以包括有没有穿概股 对我眼中没有穿概股 我没有穿概股 这种东西 在稳中之后呢有个急 当然是简体字啦 简体字的稳里面旁边这个急 要什么 你现在很心急 究竟川普之后 会怎么走 各位要稳啦 稳扎稳打啦 看清楚市场上操作的方向 找到好的股票 把握接下来财富基础股 跟中国一个政策红利 就是大家可以好好 持续努力的一个 前进的方向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这就是各位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华冠头部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头部111 金管头部新字第0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